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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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博物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设立文物修整室 以青铜器修复为主 修复了大量珍贵文物 后来还曾协助修复台湾香港等地的战国青铜器 在业内享有很高声誉 大洋州乡出土的这批珍贵青铜器来到这里 就像是一个重症的患者住进了一家设施完备明医汇集的医院 青铜器修复并不只是一件技术活 它涉及到考古学 化学 美术 金属工艺等多门学科 是需要做棱板凳肯钻研才能够干好的活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洋州乡出土的青铜器修复前的图片 修复专家最初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几块碎片 您不妨猜猜看 这九块残破的碎片能够还原成一件什么样的器物呢 这就是修复后的图片 这件器物名叫寿面纹柱组顶 由151块碎片焊接粘接补配而成 最小的段片只有拇指度那么大 修复前 它一个顶尔缺失 除三足顶尔以外 每一块残片都已经严重变形 九块变形的残片怎么变成151块了呢 这么多块碎片最终又是怎么焊接成形的呢 判断一件青铜器这个难易程度修复啊 主要是看它的这个破碎程度有多少 对于这个残片呢 变形不变形 如果变形了这个难度就要加大 这个器物拿了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试对接一下 结果试对接一看呢 就是几乎是每一块都变形了 有的是轻扭变形 有的是本来像一个弧状的 结果它成了瓶子了 有的是这个弧状的呢 它又拧着 就是轻扭变形 这个加大了就是修复的这个难易程度 青铜器在修复前首先要清洗 那么用什么溶液清洗呢 专家说只能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而不能用自来水 更不能用化学溶剂 因为自来水中含有氯离子 会对器物表面的铜锈产生影响 而任何化学溶剂 都会或多或少的损害青铜器 有百害而无一力 清洗以后 就可以将残片对接成型 焊接固定了 这个过程 对于寿面纹柱组顶的修复来说 非常艰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青铜器一旦变形 就需要矫正 又称整形 当专家对器物矫正后初步定型时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有的残片裂开 噼里啪啦的往下掉 碎片的数量更多了 由于残片变形严重 不得已专家采用锯解法 将铜片切得更碎 锯解法 通俗的讲 就是切割 是在我们青铜器修复当中 或者在文物修复当中 是常用的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的不太有利的一方面是什么呢 切割要伤害器物 因为你切割之后呢 有一个切割口 切割口呢 大概是一毫米到两毫米之间 这段 呃 器物的原来的这个 机体就损失了 每切割一个汉口 你都要考虑到 我就是 呃 不得已而为之 是不可避免那种汪吧 碎片越多 汉阶就越难 按照一般的做法 修复时 先将顶倒置 顶口向下 顶足向上的顺序 依次汉阶 然而 由于修复前是一堆碎片 没有参考尺寸 汉阶后顶的口径 不是过大 就是过小 与顶腹和顶足 无法组合对接 经过几次反复 都失败了 好在 汉阶工艺用的是 点汉法 也就是选定一条 接缝上的一个点 或几个点 来汉阶 汉料用的是锡 融点滴 如果操作失败的话 可以融开后 重新再来 一般做法行不同 必须寻找新的办法 专家经过反复琢磨研究 推算出顶的口径和高度 然后从顶足开始 竹筷依次对接 点汉各个断口 这次终于成功了 汉阶完成以后 青铜器的修复过程 并没有结束 由于年代久远 碎片不一定齐全 俗话说 巧腹难为 五米之吹 面对这一情形 专家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办法就是补配 补配是对青铜器的缺湿部位 进行补齐 它是一项技术难度很高的工作 最考验修复者的功力 一般来说 补配方法多种多样 根据残缺情况的不同 由打质补配 铸造补配 玻璃缸补配 石膏补配等等 同时 由于修复者所秉持的修复理念不同 操作习惯也不一样 汉阶成型的寿面纹柱组顶 腹部有几处缺湿 需要补配 这对于从事青铜器修复 已有三十多年经验的王富潮来说 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他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绣复缘之后呢 有很多残切 是孔洞 我们的师傅 他们那时候是学徒 给古玩商修文物 他们就要求 尽可能的完美无缺 比如说它是缺一块铜 它就是青铜器 就做一块青铜来补配 让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来 那么根据现在的文物修复原则呢 要明确的区分 哪个是修复的部分 哪个是原来的真实的部分 那么就可以用不同的材料 比如说青铜器修复 我可以用环氧树之类的胶 用胶来补配 另外用一些陶瓷的材料 也都可以考虑 但是目前来讲 还是用环氧树脂类去填补 这个方法比较多 除了顶户 柱组顶的一个顶尔也需要补配 专家同样采用了硅橡胶石膏等常用工业材料 现在请您仔细看一下图片 能分清哪个顶尔是原来的 哪个是补配的吗 修旧如旧 是文物修复所遵循的原则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缺陷都要补齐 您瞧 这是一处铸造时产生的缺陷 又称铸孔 专家特意将其保留 以待日后研究古代青铜器铸造工艺时 可以作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正是专家们高超的青铜器修复技艺 使这些三千年前的瑰宝重放异彩 也使我们有幸看到了今天博物馆里 这些光彩夺目的国之重器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了您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